硬化非真分第32 物一 教显迟 说 虚菩提 若有人已满无量阿僧其世界七宝 实用不失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发菩提心者 始于此经 乃至四句记等 授持 读诵 为人眼说 祈福圣地 这是较量显他持经说经的福报 胜过前面那个七宝不失的福报 实际就是讲住心无住的道理 按心眼书上这个地方还要了解 依着心眼书上讲 虚菩提 若有人已满无量阿僧其世界七宝 实用不失 若有人已满 满是充满 无量阿僧其 阿僧其叫无央术 是个大树木名词 无量也是个大树木名词 就是不止一个阿僧其世界 二个阿僧其世界 而有无量的阿僧其世界 统统充满了七宝 拿这些七宝 来用不失 心眼书上讲 这一个人不是平常的人 这是个无住行尸的人 就是依着第四分释迦佛开示的 你行不失 不要住向 无住行尸的这么一个人 下面再了解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发菩提心者 持于此经 这是截到前面问题 须菩提两次问都是 善男子 善女人 发了菩提心 云和英柱 这是截那个 云和英柱 善男子 善女人 发了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这个人 持于此经 持是意念不忘 也就是直持金刚经 意念不忘 永远不会忘记 乃至四句记等 乃至是超略之词 你全部金刚经 一持不忘 乃至一小段金刚经 一持不忘 受持读诵 为人眼说 你受持其义 读诵其文 这是自立 这叫持于此经 这是自立 为人眼说 属于利他 你把这部经 一持不忘 你自己得到利益 同时为人眼说 这就是自立利他 祈福圣地 祈福就圣地 就胜过了前面 无助行尸的那个人 心眼书上 是这样配这个文 我们要把它解释清爽 第四分开示的无助行尸 这个人无助行尸 他的福德 就等于十方虚空不可量 怎么这个发菩提心的人 受持读诵 为人眼说 金刚经所得的福报 超过前面 无助行尸的人呢 这是怎么了解 要听着 无助行尸的那个人 他是听别人讲 你要行不失 但是你不要住想 他一听就相信 他天天行不失 就不住想 但是他没有受持读诵 为人眼说 对于金刚经 他既不自立 也不利人 他是听讲金刚经的人 讲无助行尸 他听了就相信 相信就做 学佛法 要依信 解 行正 第一 要有信心 第二 你的了解 解释了解 一文解义 再深一步 要解悟 你怎样能了解奇异呢 你得受持读诵 你怎能解悟 还得受持读诵 等到你解悟其理了 才能如法修行 行是第三步 他没有经过了解 这叫越极烈等 他一听见就相信 相信了就行 现在我们佛弟子 就有这二班人 一般人 解而不行 一般人 行而不解 两边都错误 解而不行的人 等于说食数宝 你天天在那里 尽说吃的东西 实际你没有吃一口 等于在那念菜单 念了半天 你一口也没有吃到 等于数宝 等于数人家的宝贝 就像银行的职员 天天在那里数钞票 所数的都是银行的钱 自己没有钱 求解不修行的人 就像这样 不得真实的利益 还有一种佛弟子 行而不解 他认为佛法说来说去 还不是要修行 我修行就好了 金刚经 叫人无助行尸 我就无助行尸 前面我讲过 众生都是动贪心的 都是有千令心的 贪令 贪是贪图别人的 令是令熙自己的 自己的他千令不舍 他还要来贪图别人的 这都是凡夫的习性 我们学了佛法 他肯不诗 他不但不贪别人的 自己的也不签令 这就很难得了 那么 他还无助行尸 他天天不诗 不着相 那就更加难得了 但是金刚经上 所教的毅力他不懂 他忽略了解的那一个阶级 金刚经他不懂 自己都不懂 怎么跟人家说呢 这样损失大了 他自己不得真实利益 他无助行尸 没有住相 应该是归到无漏的福报 但是无漏的道理 他不了解 还是落到人天 这个冤枉了 而且佛的会命要断绝 这个影响更大 怎么样能继续佛的会命呢 得有人演说才行 没有人演说 都去无助行尸 你死了呢 死了法脉断了 所以前面说他无助行尸 福报虽然多 但是不如这个发菩提心 受持独诵金刚经 为人演说金刚经的福报 就是他一节起行 自立还要立人 天天讲金刚经 这个地方还有一点要交代 你不能解而不行 这个人一定会无助行尸的 因为他受持独诵金刚经 他为人演说金刚经 他自己要以身作则 他怎么不行不失呢 行不失 他怎么能住相呢 所以受持独诵 为人解说这个人 他自然会无助行尸 他无助行尸 是一节起行 他这个福德 超过前面那个福德了 这样解释 下面再说他所以然 己一 是说不取 云合为人演说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这一刻要到这里 这个讲金刚经的人 他怎样讲法呢 他是不取于相 他依着金刚经 已经了解金刚经的道理了 如是知 如是见 了解了道理 如是信 如是解 他这样去讲金刚经 他绝对不取于相 不取于我相 不取于法相 不取于空相 这三种相他都不取 取就是执着 说经不取相 还有一句 如如不动 这一刻要到这里 他为什么不取于相 下面第二刻 解释所以然 第一刻他要给人家演说金刚经 他不取于相 他是如如不动的演说 如如两个字 就是不动之意 他心里不动念 去着于相 他生心动念 他心里不动念头 天天讲金刚经 天天心里没有生心动念 他是如如不动 再详细解释如如二个字 上面的如 是如理之志 下面的如 是真如的理体 合起来就是如志如理 真如之志 真如之理 他讲金刚经 如是知 如是见 就是一文解义 如是信 如是解 解悟起理 解悟了就起起来如理的智慧 生出来如理的智慧 是以如理之志 来契合真如的理体 真如他是不动的 所以以如如至契合如如之理 这叫如如 如如就不动 不是凡夫在起分别打妄想 他有动吗 我们为人演说金刚经 虽然我们没有生起清净信心 虽然没有解悟起义去 我们要照这里学 学到高深的地方 一旦豁然贯通 我们就开悟了 怎么学呢 你就天天讲金刚经 天天不要动念 不要着相 也就是不着人我相 不着法的相 也就是不着法我的相 那个空之更不要起了 所以你讲金刚经 要尽此一报声地讲 尽未来记得讲 要发长远心 你一生心动念 一着了相 你这个金刚经 可能讲不长 第一 你着了人我相 多人听 我才讲得起敬 一看 今天听的人少 讲不起敬 你就不讲了 这就是你着了人我相 第二 你着了法的相 你认为你讲得好 若碰见一个人说你讲得不好 你生了烦恼 我讲得这么好 你说我讲不好 不要讲完了 这样就长远不下去了 讲金刚经是我的本分 弘法力生 尤其是出家弟子 出家弟子有出家的家务 有出家的事业 什么是我们的家务呢 弘法是家务 什么是我们的事业 力生为事业 弘法力生就是我的事业 就是我的本分 是我的本分 我知道多少 我讲多少 我天天在讲 天天在学 我是个凡夫法师 到等觉菩萨还要学 何况我们呢 所以我劝诸位同学 你要看注解 不看注解 我们讲不好 你看的次数多 道理就越熟 讲起来才能圆融无碍 你讲一次 看一次 讲十次 看十次 注解的道理 我们没有完全把它都学会 就是没有完全参透 你每次看 每次都会发现新的道理 如此你再会到经上 经的道理很高很深 我们一文解义都解完了 一部经 就说金刚经的注解好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金刚经的注解 就是谁见了多少 谁注了多少 谁也没有成佛 谁也没有把金刚经的道理解完 各解一部分 我们就多看注解 看来看去 还没有把金刚经的道理看完 我们自己认为我讲得好 你着了法相 你要晓得我们是凡夫法师 你认为你讲得好 假若有一位三贤卫的菩萨 他讲的能跟我们讲的一样吗 一定比我们好 一位登地的菩萨来讲金刚经 是不是比三贤卫的菩萨还讲得好 假若是十地的菩萨 等觉的菩萨来讲金刚经 是不是比初地 二地的菩萨讲得更好 假若是佛来讲金刚经 是不是比等觉菩萨还好 所以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我们讲诸法实相 是知道多少讲多少 谁也没有讲清爽 没有究竟其理 谁能究竟 等觉菩萨也没有究竟 为佛与佛 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这样想 我们就不敢供高我慢 不敢供高我慢 怎么会取着法相 不取我相 不取法相 那空相更不必取 这样你就如如不动了 这样你讲金 你天天去讲 这个地方环境很好 有人听我也讲 这个地方环境不好 有人听我就讲 不被环境所转 境界是心外的境界 我内心里面的念头都空掉了 外面的境界怎么不空掉 所以一切相不取 这样就如如不动了 其二 不取之故 何以故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我们讲不是给佛听 是无为的境界 我们是讲给众生听 众生是有违法 我们自己是个凡夫 我们也在有违法之中 那么一切有违法 都没有个真实的 下面用六种辟语 如梦幻泡影 这一句有四个辟语 都像做梦的 我们学佛法 佛法上说 一切法 都从因缘生 一切法皆无本体 无自信 也就是一切法皆空 一文解义懂了 结到心里没有 是不是实实在在观想 你拿做梦做观想 我们夜里做梦 不是什么法都生出来吗 人我是非不是都有吗 顺心的境界 那个梦有 不顺心的境界 那个梦也有 等你醒了 什么法都空的 那你不要等到醒来 正当你做梦的时候 根本就是空的 这样观想 我们现在是白天睁着眼做梦 因为在梦 梦了什么法都有 人人悟 是是非非 顺心的境界 不顺心的境界 统统有 等你开了梦 梦到一切皆空 跟睡觉睡醒了一样 你天天这样子做观想 就容易看破境界 顺境逆境都把它看破 如幻 幻是硬度的一种幻术 它有一种变化术的咒语 咒语一念 本来拿着一条手巾 它一念变出一匹马出来 马有没有 有 马有即无 马有即空 因为你观想到 它是幻术幻出来的 幻术就是变化 它变化出来的 本来是一条手巾 变化出一匹马 马哪里有 一切法你都这样观想 都是如幻术 变化出来的一样 这是讲虚妄不实 如梦如幻 如炮 你在河边看 下雨了 打在水上起炮 一下子就起 一下子就灭 起灭无常 不到河边 你一盆水摆在雨地里也可以 水盆里也会打起水泡 如影 像镜子里现的影子 这个东西有没有个水泡 有 有没有个影子 有 都没有 都没有个真实 如露 如电 到第二句就有四个辟语了 连这一句就有六个辟语 这就是一切法都是无常的 一早起来你看草地上 树叶上 都有水株 那就是露水 露水什么时候看见呢 晚上黑漆漆的看不见 早起天亮看见 叫朝露 但是太阳一出来 它就没有了 无常 等于天音要下雨 打雷是彻的电光 电光一闪没有了 有没有电呢 有 但是无常 很快就灭掉 一切有违法都这样 你说有 暂时有 转眼就没有了 不要说其他的法 就说我们人 昨天我还看见这个人 今天得了一个讯息 说他已经死了 这就是四十二章经上说的 生命在呼吸之间 何况昨天 今天呢 一口气不来 这个人就完了 等于闪一个电 等于早起的露水 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 一切有违法都这样观想 应做如是观 观是观想 应该这样观想 一切有违法不出这六种辟语 由这六种辟语 你就晓得它不真实 不常驻 天天这样观想 时时这样观想 你还取向吗 它不真实 你取它干什么 不常驻 你取它干什么 释迦佛开导 叫我们受持读诵金刚经 为人演说金刚经 不取余像 不是跟圣人说的 是跟发菩提心的凡夫说的 你既然发了菩提心 你得如是去观想 我们去向都是取得有违法的像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你去取着它干什么 取就是执着 你观想久了就得了力 得了力 对一切法不起执着 原为菩提流之翻译的是九种辟语 还有如心 如眼睛起了意子 看起来有金星 不是天上的星 还有如灯 如天上起的云 新眼书 把这六种辟语就包括那九种辟语 所以不必改这个文 尼勒菩萨的寄送上说的是你取它干什么 所以为依着梵文是九种 就摩罗诗法诗翻译的 我前面说经文少了一段 可能是丢了一片树叶 不是丢了 是合乎我们中国人的根性 中国人爱简略 就把九种辟语合成六种 已经够那九种的意思了 你再看新眼书六种辟语它是按五蕴来辟语的 第一个如梦就是总结五蕴法 其余五种是辟语受想形式 你们去看 去研究 讲到这里 把正宗分讲完了 金刚经分三大科 第一续分 第二 正宗分讲完 第三科讲流通分 甲三 流通 分 佛说是经义 长老须菩提 吉诸比丘 比丘尼 幽婆塞 幽婆仪 一切世间天 人 阿修罗等 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佛说是经义 佛说是经 就是指着全部金刚经 义 说完了 究竟了 说圆满了 长老须菩提 当即的是须菩提长老 所以还要先说他 佛把金刚经说圆满了 长老须菩提 吉识并吉 还有四众弟子 比丘 比丘尼 这是出家二众 幽婆塞 幽婆仪 就是近世男 近世女 再加二众 四众弟子都在这里 还有一切世间天 人 阿修罗 就是三善道的众生 他有善根 跟佛有缘 都在那里听 等 还有人非人等 一切天龙八部都在这里听 闻佛所说 他们闻此经 听到佛说的 皆大欢喜 像须菩提尊者这样 以前所得的智慧眼 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甚深的经典 现在大家都听到甚深的经典 所以皆大欢喜 不是小欢喜 因为石教大成的真正之理都明白了 自己成佛有份 度众生也能令众生成佛了 信寿奉行 如是信寿 如是奉行 这样就把金刚经讲完了 金刚经讲完了 再跟诸位讲几句话 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 这属于有门 西方有个极乐世界 不讲空 极乐世界有个阿弥陀佛 不讲空 都是有 所以有一大师取别号叫二有沙门 就是西方有个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个阿弥陀佛 一报也是有 正报也是有 这属于有门 现在我们金刚经讲完了 我们天天做晚课 都是念阿弥陀佛回向西方 怎么样融会贯通呢 与金刚经的道理如何贯通呢 金刚经上讲的空 它是真空 真空不空 极是妙有 阿弥陀经上所讲的有 不是凡夫执着的有 是妙有 西方极乐世界黄金为地 七宝庄严 那可思议吗 妙者不可思议 那个一报可思议吗 那正报也不可思议啊 所以说西方极乐世界念佛法门 这个有是妙有 妙有不有 可极是真空 这样理论就跟金刚经融会贯通了 金刚经上所讲的真空 真空不空 极是念佛法门的妙有 妙有它不有 极是金刚经上所讲的真空 这在理论上并没有抵触 它是融会贯通的 再从修行的事项上 把它怎么融会贯通呢 阿弥陀经 我们天天晚上做晚课要念 里面有一句 你要注意 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 古人解释这一句 怎么样不可以少善根 就是要多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就叫种善根 念一句名号就中了善根 多念多种善根 不可以少善根 要多善根 多善根多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怎么样叫做福德呢 福德要行六度 以善根之音 修六度法门 修福德之源 不可以少善根 不可以少福德 多善根之音 多福德之源 这样子叫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光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是正行 还要助行 助是帮助 帮助要修六度万恒的福德 那么就把事项上修行的方法融会贯通 金刚经上叫我们怎么修呢 就是要修六度万恒 叫我们无助行不失 不失有三坛 三坛开六度 你修六度就是广修福德 广修福德 你再念阿弥陀佛回向西方 不就生到西方去了吗 这个修行的方法 在事项上也没有抵触 也是融会贯通的 那么 你要相信净土法门 你相信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依着金刚经 广修六度 多赔福德 但是福德这个怎么样多呢 不要助向 金刚经第四分上说 其福德等十方虚空不可思量 下面经文一段一段的较量 较量到最后 不注重在财不失 不注重在七宝不失 最后一段 你就是无助不失行七宝不失 也不如无助去授持独送为他人演说 也就是开导我们 结论叫我们去弘扬金刚经 还不要助向 这叫无助行失 叫法不失 因为财不失 不要说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我们没有 就是找几张钞票都很困难 我们是个没有福报的众生 哪有财力去不失呢 法不失 你学了佛法 这个是无穷无尽的不失 你进去讲 进去说 永远不失不完 这叫无尽的法不失 拿这个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你把金刚经讲完了 乃至于你讲了一作 就将讲经的功德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这样就修行的方法也没有抵触 也是融会贯通的 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说听圆满